随着非洲M豆疫情扩大 国国机关署也宣布要全面提升 钢国等七个国家的旅游疫情警示 因为已经在非洲流行的M豆 是原本沉寂的EB型病毒 它可以透过空气传播 不但传播力强 致死率更是高达3.6% 是原本流行第二型的18倍 专家示警 M豆的传播途径正在改变 一旦进到台湾 对每个年龄层来说都会造成威胁 M豆疫情在非洲多国蔓延 原本沉寂的EB型病毒串烧 就连瑞典也爆出首例个案 就怕也会进到台湾造成威胁 除了传播途径 从以往的亲密接触 变成可能透过空气 或者是飞沫传染 传播力更高之外 在非洲引发流行的M豆新别 EB型病毒致死率更是大飙升 是原本流行的2B型病毒的18倍 而且感染者大半都是年轻成人 还有儿童 对比过去的M豆疫情 除了一样会发烧 在胸部跟手脚上出现红疹 EB型病毒的感染者症状还会更严重 也更容易出现肺炎 脑炎等病发症 身体的病毒量比较高 同时它的呼吸道可能有病毒 飞沫或者微小颗粒互相传染 它的病毒如果污染了环境以后 这个病毒在环境中存活时间 也拉得比较长 威胁性整个就拉高了 虽然我国目前还没有出现 感染EB型病毒的个案 但机关署将先多倍M豆疫苗 大约可以提供7到8万人次接种数量 也会把口服药物背齐 预计下周召开专家会议 讨论调整疫苗接种对象 记者微听雨林雨 组合报道 房市热潮要出现衰退了吗 今年五月份五大银行新乘坐房贷金额 突破了1162亿元 创下历史新高 但是这也让多家银行放款水位 拉紧爆了 因此只好纷纷祭出现贷令 甚至暂停收件 而房贷申请失警 恐怕也让延长的购物时间 连续的交易时间变得更长了 甚至暂缓计划也不排除对房市会造成冲击 房市强强棍 房贷爆量增 今年五月五大银行新乘坐房贷金额 不能够超过它所有水位的三成 接近三成的时候 它就会放缓它放缓的脚步 而这波现贷令时间长 条件限制多 可能成为史上最严格 其中公股银行包含华南 易银 张银都在排队拨款中 何库要统计额度 台契直接把非清安贷款利率 调升到2.4% 至于民营银行 国泰 玉山 永丰 跟安泰台新通通暂停收件 上海台中营跟新光 调升利率到2.4%起 中信富邦则提高到2.33%起 来强化风险管理 对银行来说 它会把这样子的额度 优先释放给友好往来 长期的这些比较大的客户 现在如果是一般的 民众要去做贷款 恐怕都要在排队 或者是直接纤维碗拒绝 买方如果是看中国市场的话 会比较遇到这种 贷款陈述困难的问题 中国市场可能会受到 不少的冲击 房贷申请吃紧 恐延长交易时间 甚至让购物足计划 暂缓 更可能让房市热度退潮 这是林杨新宇推广 台湾国际秋季旅展 十六号开跑为期四天 才第一天就出现了排队人潮 各家旅行社也纷纷祭出 超杀优惠强客 有业者推出港澳旅游 五千元游找 而另外首尔七千九百元 越南县港五天限时买一送一 等同与两个人同行 现省下九千九百元 看好下半年出国潮 业者透露展期有望增加 四到五成的买期 左看看右看看价格比一比 货币三家 真的好想出国一连四天 台湾国际秋季旅展 十六号登场 开门前就出现 常常排队队伍 民众一早来捡好康 北海道 看一下 目前开始都还可以接受 计算的话 大概四万以内吧 多家旅行社 祭出超低优惠强客 其中有不少都是万元游角 超西津 像是找到了旅游主打韩国 首额五日七千九百元 尖甲旅行社 越南县港 五日九千九百元起 现时买一送一 等于是现省九千九百元 另外御丰旅游 泰国曼谷六人成行 五日游 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一元起 集地旅游 推出的港澳自由行 超杀价格比玩国旅 还便宜五千元游找 如果是想要玩短程的部分的话 下个礼拜就出发 或下下礼拜就出发的话 其实港澳三天或四天其实是个很好的选择 所以我们开的这个快散的日期 只有限定大概一个月大概三四团 那我预估 今年的话买期应该的话还不错 可能四五成应该是会有的 民众把握暑假的尾声 有机会再冲一波出国 或是为秋冬季旅游提前规划 精打细算 在杨宗燕许修明台北报导 屏东一名绰号丫头的角头 在高雄左营被枪手开枪射杀 震惊外界 死着妻子 同时也是坎顶商代表会的主席 第一时间从国外赶回来 他也悲痛发文悼念 多希望这是一场梦 而今天早上 遗体进行解剖赋宴 妻子现身殡仪馆 不断的示蕾 陈姓角头妻子 一身黑衣套装 在家属陪同下 姓宣殡仪馆 低着头手舞着脸 不断逝去眼角泪水 37岁屏东角头 绰号丫头的陈姓男子 15号上午在高雄左营区 疑似击欠50万元的赌债 遭养性枪手开枪射杀 松衣抢救后宣告不治 后续枪手自行投案 警方不排除疑似招人教唆 不过目前还没找到相关证据 而丫头的妻子 同时也是坎林乡代表会主席 案发当下带着孩子 在新加坡旅游 接获二号立刻回国 丫头妻子凌晨更透过贴文发声 提到老天爷 您真的开了我一个玩笑 多希望是一场梦 并且下对丈夫的话 你的任务完全了 辛苦你了 而丫头的亲友 也纷纷发文痛诉悲伤情绪 有人写下真的好舍不得 嘴心之痛请何以堪 而其实月底 就是陈姓角头的生日 产庭都定好了 如今却无法一起弃生 亲友难言悲痛 事隔一天 多名白衣男子聚集殡仪馆 全程警跟丫头的妻子 帮忙撑伞遮挡 并跟随警方进行解剖复验流程 而由于丫头身份敏感 就担心过程引发冲突 警方以加派警力 一共出动15名制服 以及便衣连警到场 因应突发状况 如今警官抢手已经投案 不过整齐抢击案 牵扯的利益冲突恐怕不单纯 跟传出可能和利益名 绰号柠檬的角头恩怨有关 而这次是否为计划性办案 背后有无指示者 警方持续追查 解王阿淡明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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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